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Yeah 大家好 我是怡萍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啊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我知道 我不是應該在辦公室剪片嗎 我怎麼在這裡 那你直接要分享給我 泰山上市騎回來的Z1000 人籤啦Z1000 對 Ninja1000 嗯 那他其實跟Z1000是 他其實跟Z1000是同一個引擎 整體的架構其實差不多 最大差別就是 他是有殼的 有殼骷ło 沒有殼就是野狼啊 好然後還有一個不一樣 就是他的把手是這種分離把的 它沒有連在一起 就是屬於這種分離把 裡面好像是比較高的 對對對對 欸 我剛剛聽到分離把這個開開 可以擠起來的那種分離 送回去那種 分離嘛 那才叫做分離啊 對啊 這分離啦 你看它沒有連在一起啊 沒有 要舉起來 再放回去 那個就才會分離 它的把手是屬於這種比較高的 泰山講的那種是那種跑車類型的 10R那種的 它的把手就會鎖在這個三角台之下 它的把手會 這叫猴子就是 對 10R 就是那一台 72分騎的那一台 它的把手會比較低 汽車姿勢就會比較戰鬥 這種的話騎起來會比較舒服 因為它把手比較高 它因為是這種比較旅行車的取向 所以它有這種風景 Z1000那種的就沒有風景 沒有風景的話 在那個西濱那種地方騎啊 你的頭會一直這樣子 這樣子 會一直這樣 因為那個風會一直這樣陷列陶啊 這樣啊 這個的話你就可以稍微躲在裡面 它就比較不會吹到你的頭 它是不是可以 從這邊這樣按 按住它可以調角度 它是這種雙燈的 這是定位燈 定位燈是定位燈 就跟汽車的那個定位燈一樣啊 遠遠的之後有一台車過來這樣 通常就只會有一邊有燈啊 這邊 另外一邊會是遠燈 有一種說法好像是說 這樣子是可以節省成本吧 因為摩托車它不像汽車一樣 它大燈的距離很遠 所以摩托車 它其實照射的範圍就這樣子 不像汽車會很突兀 就會有一邊沒有燈 然後還有一種說法是 這樣子比較有個性 個性 對啊 就可能只有一邊帥氣啊 之類的吧 這不是獨眼龍 獨眼龍啊 獨眼龍你叫我個性 啊我之前騎車的時候 有被警察攔下 為什麼 拿著那個一個東西這樣子 誒 你這邊怎麼不會亮 那你有開遠光燈給我看嗎 沒有我就跟他說 它就只會亮一邊 你要跟他說 我開這邊才有遠光燈 你要跟他這樣講 我那時候沒有講過說 教育他 教育他 下次我遇到我就教育他 跨上你的AutoBuy 越熱情跑越快 你有聽過嗎 我想說找一個跟你們年代比較 徐若仙耶 徐若仙我只看過他寫真而已 哦呦 他唱歌你沒有聽嗎 沒有 好吧 反正他這個 就是他的騎乘三角 比較糾弦一點的 他上半身是直立的 對對對 他的把手是很高的 像這樣子 如果有些哈雷 他會改很高有沒有 其實也是為了讓腰直立 就不會一直這樣子 因為其實很多哈雷的車 踏板在前面 然後他的把手 通常原廠都是平把 這樣子其實很厲害 那如果比較戰鬥的話 比較戰鬥可以 對啊 那你的腳應該是再往後一點 對 如果是比較戰鬥 通常就是會 像有人會改腳踏後移 比較上面一點 對 等一下 腳有點抽筋 所以很多人 他如果騎哈雷 他會把腳踏改成在中間 然後把立起來 你看他這樣子其實比較輕鬆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哈雷那麼高 這樣手是不是會痠 但其實不是 因為他這樣子其實他比較好騎 欸那你多高 173 你這樣子可以 對我現在是可以平踩 但是是因為 前車主他有改狗骨頭 就是他可以把這個車身 降低一下 狗骨頭在哪裡 這個三角形的 降車身 對他降車身的話 屁股就沒有那麼翹了 不然他其實屁股應該要 更翹一點 這樣子 你喜歡翹的嗎 我都喜歡翹的啊 你都喜歡翹的 那你喜歡翹的嗎 我不喜歡啊 為什麼 我喜歡平的啊 為什麼 他後面有這個架子 他還有行李箱 阿柯 3600你有沒有看過嗎 你知道我哪一房最厲害嗎 哪一房 不是挑水 行榜 哈哈哈哈 這個我也會啦 你騎腳沒有啦 要先拉起來 要先拉起來 然後對我椅子 對 然後前途來 這樣子 我沒有 知道了嗎 就是這樣子 知道了 好 是 他這個是旅行車的定位 所以他這個其實有比較厚 坐墊有比較厚 然後比較寬 不然正常的是比較小 坐到7P5就痛的那一種 沒有 他在說你騙我 我從下一期未來 痛得要死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智氧最強的Dual Lens 泰山你知道我之前去北宜 有一個阿伯 他抽著煙那樣子 然後說 小兄弟 騎這種車 我告訴你 我之前年紀也騎這種 你知道 這個坐墊就是要這樣打蠟 這個要拆掉 馬子 他騎車的時候 就會這樣子滑動 有沒有 你踩煞車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 靠在你身上 我跟你講 他是騙你的 他是不是一個人在那邊抽煙 對 如果旁邊還有抽煙 如果他旁邊坐一個馬子 我就相信 他旁邊沒有馬子 那是騙你的啦 人家女生坐後面 撐著油箱 他手撐著 他怎麼往前滑 你有手把油箱拆掉 游泳就把油箱拆掉 聽到了嗎 我是不會做這種事 好不好 要不然 你怎麼做 講一下 我不需要坐嘛 你是後面沒人 我是我後面沒有人嗎 你確定 事實好像不是這樣 等一下 我去吃飯啊 餐廳 我就這樣子 我只有兩個人 我帶著我的後座 這是我的後座 對 好不好笑 幹 什麼趣 聽不懂 沒有 不好意思 我聽不懂 後座拆掉 裡面通常就是 這應該是行車記錄器 對 然後跟工具 工具包 對 然後它基本上已經 沒有位置可以放什麼東西 然後這裡面是電池 電池 電池 通常都會在這裡 裝好了 要咖一聲 咖一聲才裝好 剛剛那樣沒有裝好 裝上去要壓一下 這樣裝好了 知道了嗎 通常也不會去開這個 我們開一下後面 這邊就可以放一些 雨衣啊 後座的安全 其實 你等我一下 全罩應該放不下 放不下 全罩應該沒辦法 可是 這什麼 帶默片是為了看沒 這個就是這樣子 這樣就算好 如果你要開的話 也要鑰匙 它才打開 它是四缸引擎 1000cc的 四缸喔 對它是四缸 所以你是四缸嘴臉嗎 沒錯 嗯嗯嗯 這樣子 好不好 其他那個 嗯 欸不要 等一下被罵 排氣量是1043cc 它的馬力是138p 通常四缸車好像轉速都要拉比較高 它的馬力扭力才會出來 那它扭力是多少 它的扭力是11.2公斤米 其實蠻大的 138p 跟Artist差不多了吧 我記得Artist好像140 它的扭力就已經11了 車重是231公斤 欸其實蠻重的 蠻重的 它是RV取向嘛 對不對 所以它重一點應該還好 不是那種 三道系列的那種 人應該不會在意它的重量 那它有什麼配備 它有ABS 行車的模式 可以選擇 這個 FWO POWER F是FWO POWER FWO POWER L應該是LOW 不是LOW LOW 是輸出沒有 它不是全馬力 它不是全馬力就對了 所以它有幾段 它有三段可以選擇 它沒有滑梨 手感也蠻硬的 可能也因為它有年代 可能要保兩下 12318公里 所以等於它沒有在騎車 它其實騎蠻少的 它有ABS 然後它是 倒立式前場 41mm 它前輪有配300mm的 雙疊 對象是火塞卡槍 然後後面的話是 250mm的單疊 配單火塞卡槍 後面避震 它避震可以調 單 這是算單槍式的 所以它這個 預載是可調的 對它可以調 它兩邊都有排氣管 缺點就是 驗車的時候要裝兩個防灘蓋 它防灘蓋不是有裝 這個不是嗎 應該是 但是我之前也是長這樣 可是會被尿 哦是 對 你知道嗎 台灣的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這台車要換機油 我剛剛在騎的時候 它這個檔位 我打檔 有時候會 找不到N檔 你知道嗎 聽著的時候可以 但是我剛騎的時候 我一直勾不到N檔 就一直一二 一二跳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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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它們都要A 我不知道 它們稍息不是都講 SIT 就代表有力 SIT 有力 因為它已經公升級了 通常就是你吹多少 然後它就動多少 很快 就這樣子 這樣子很快 它後輪是配190的 其實是蠻寬的 1955 ZR17嘛 前輪的話應該是130吧 120耶 120 講錯了 通常是120 因為我的車是180的 所以我覺得在轉彎上的話 180可能會比較靈活 不一樣啊 你們的那個 它的取向是不一樣 所以它會比較 沒那麼靈活 但是相對的它在騎直路的話 我覺得它有比較穩 一開始騎公升級的時候 就覺得很酷 扭力真的很大 對它來講 對它來講 摩托風泡 它我要講好幾次 我們平常在使用的時候 對它來講就是散步而已 它沒有很吃力 所以它騎起來就是 很輕鬆的那種感覺 那它會很熱嗎 跟你講它超熱 試鋼就是怎樣 把你的蛋蛋烤熟 尤其是這種夏天 你可能發動 戴安全帽 戴手套 然後你扣上去 你就流汗 它是水冷的 現在通常都是水冷的 水箱在這裡 這裡 哦 YES 它沒有護蓋 對啊 它就不怕石頭打到 通常如果你看 機車比較好分辨吧 就是如果你要看它引擎的 鋼鼠的話 你就通常看排氣管就知道 因為車子都蓋起來 車子看不到 可是如果 它有四根出來 它四根出來就是四鋼 雙鋼的話 就比較低轉的時候 它就會有努力 因為它這樣子 雙鋼這樣子 這樣動 這樣是 V型雙鋼 不是這樣運作的 哪有 雙鋼又並列的 啊 啊並列又這樣啊 雙鋼的話就是 0到100公里 給你的加速是很快的 過100之後啊 我覺得四鋼是真的超快 然後雙鋼你就會覺得 它很明顯 它的動力就一直在衰退的感 欸泰山我覺得其實 爆新聞 如果特斯拉車禍你就會說 啊特斯拉車禍 可是一般的車車禍就不會特別講 然後你不會重機也是 不管什麼交往工具 都是人在駕駛 所以有問題的從來不會是交往工具 重點是人 新聞那種會有點製造仇恨 拉仇恨子 不要製造對比 對 大家都是好好的人 大家都是用路人 大家都是用路人 路上互相尊重 講了很多 但是因為我不是很專業 所以如果有錯的話 歡迎底下留言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 分享 小鈴鐺 謝謝 掰掰 影片 影片 衝下 影片 感谢观看